基隆的朋友 基隆市长谢国良 日前为了基隆捷运这件事情 负担款就杠上了交通部 交通部次长胡湘霖 在17号拜访了谢国良来做一个协调 会后谢国良的态度很明显就放软了 表示在务实充分的讨论后 又初步达成两项共识 第一项共识是江汉交通部 举行两周一次的会议 第二项共识是透过交通部转达 判中央严理更宽裕的还款周期 谢国良就强调了 他会拿出最大的诚意 持续与交通部沟通 基隆要捷运 也要听基隆财政的稳健 我们再看到 今天的环壮县北环段开工动图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北市长 蒋万安18号一同出席 侯友宜就表示了 这段捷运可以帮助新北市民 到内湖和板桥节省各20分钟 新北市跟台北市一起共同合作 在新北跟台北的环串线 在北环段三重如桌这一段 经过六次游标 总算今天能够顺利开工动图 总预算本来是102亿 上升到173亿 不管物价如何 我们面对最均据的整个节目的形建 我跟蒋市长有决心 会把环串线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做好 未来在北环段在新北市这一边 还有五谷道如桌这一段 五次召标还没有顺利召标完成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最有效力的方式 在物价波动底下 调整到如何大家的期待 能够快速的动工 所以今天也谢谢蒋市长 捷运局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我们一起携手合作 这一段捷运也帮助新北市民 到内湖去节省了20分钟 到板桥去节省了20分钟 我们非常谢谢大家 好了我们看到 因为民进党的林志坚跟郑文灿 两个人在台大国发所的硕士班论文 抄袭事件 现在引起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搞得现在台大的校域严重受损 大家都觉得台大出来的 好像有一部分就是抄来的 校方在教务会议上 也通过了112学年度起的入学学生 在毕业证书上面 必须加注在职专班的四个字的字样 结果这个动作 引发在职专班学生不开心 对此前高雄市长副市长叶匡时 也表示不能理解 为何毕业生要加注在职专班 这四个字 难道在职专班的水准就比较差吗 在职专班的学生 如果有好好学习 应该也维持感到光荣吧 光明正大人告诉人家说 我就是在职专班 我边上班边工作 还要边念书 而不是企图混水摸鱼 至于硕士论文的抄袭 不鸣誉的这件事情 其实不单只有在在职专班而已 而是全职班生也有可能发生的 那有网友回应 就应该要加注的是 指导教授和口试委员的名字 就可以阻止鬼混 和提供公版的指导教授了 你们怎么认为呢 从中到尾都是因为那两个人 所引发了一连串效应 好了 行政院长陈建仁呢 今天视察中部的大甲吸水 被问到近期的电价调整 及缺水的议题 强调电价的调整呢 都是兼顾民生的物价 而南台湾的缺水状况呢 陈建仁回应去年政府对水源开发 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那目前呢 中北部的水量 比起百年大旱的时候 来得好多了 并且呼吁民众呢 供体时间节约用水 俄战争以后呢 国际燃料的价格呢 大幅的上升 所以呢 各国呢都调高了电价 那在台湾 我们为了要顾具到 这一个物价的稳定 所以我们电价的调整上呢 实际上台电的成本呢 远高于那个电价的收入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次的电价调整的过程当中 我们电价审议委员会 已经做出了决定 而在这个决定当中 有93%的民生用户 以及学校都没有调整 我们也为了要让 这个产业能够适应 所以呢 我们也检讨 在去年上半年 产业用电量少于 10%的这一些产业呢 我们都减半来调整 所以我们的整个电价的调整呢 是又顾民生 而且也顾产业 水情严峻 避免重演2021百年大旱 政府有何对策 那政府呢 朝前部署 实际上我们应用 前瞻建设的这个计划呢 已经开始来 这个整建 很多的这个抗旱水井 以及不流水的这些建设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 我们多找水 多吊水 多省水 那在这一次的 旱灾的情形呢 实际上比起百年大旱 来的没有下雨的时间更长 可是我们水源的调度呢 相对来讲 是相当成功的 我希望我们中央 跟地方呢 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把这个水情的状况呢 能够维持的更好 我们大家一定要节约用水 我相信 只要全民团结一致 经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像 2021年的百年大旱一样 渡过这个难关 海荒鲍鱼干杯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 顶级海鲜跟蜜质的 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享有折扣哦